嗨 大家好 我是小泽 现在呢 我们已经是在这个深圳的福田这里了 今天呢 去市场就是找一部SE二代的啊 还有呢 一个手表和一个二代的耳机 那么今天呢 一起去市场看一下啊 广西的粉丝呢 跟小泽要一个二代的蓝牙耳机啊 然后这个是河南的粉丝拿一个手表 这个呢 是安徽的粉丝拿一部新的SE二代 我们现在呢 去市场找一下 现在呢 是已经到了市场的四楼这里 拿一下今天的二代蓝牙耳机 二代呢 采用洛达的156M的芯片 续航以及音质都是非常不错 小泽自己也在用这个机器 个人感觉呢 就是音质很好 续航非常的给力啊 至于质量这一块呢 小泽用了三个月 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质量和稳定性都是很好的 细节什么处理都是蛮大胃的 之前呢 一直被诟病这个通话不清晰 目前这个二代的话有所升级啊 通话是有所升级的 通话是蛮清晰的 耳机拿好之后呢 来给粉丝拿一下这个高仿的华为GT2手表 表盘呢 是太空人表盘的 目前最火爆的一款表盘 至于这块表的功能呢 小泽就不多说了啊 之前的视频有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发一下 手表拿好之后呢 现在来到手机的柜台啊 他家的柜台呢 是做有锁和无锁 以及苹果手机全系列啊 他家都有啊 那么今天呢 就来到他家拿一部 美版呢 苹果SE2代 内存是64的 拿好之后呢 现在来过一下这个 艾斯助手 看一下这个机器的数据 到底是什么样的 手机什么的测试好之后呢 我现在给大家安排发走耳机 然后手表 以及后面拿到的这部华为Mate 40 Pro 港版双卡双代的机器 还有呢 这部美版的SE2代64G的机器 这两部手机呢 都是发的顺风快递 手机壳 感化膜以及充电器都是安排好了 这部Mate 40 Pro呢 是一部港版的新机 盒子和充电器耳机什么都有 全套贵件 是给云南的粉丝拿的 然后耳机和手表呢 以及后面来的这个充电器 都是发的圆通包邮 感谢大家对小泽的支持 那么今天视频暂时先更新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